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传福音的方式非常特别 两夫妻开着车会到各地的荣民之家 或者是安养院 关怀这些孤独的长者 或者带着他们歌唱跳舞 或者听他们说说心声 有的时候遇到独居老人 面对生命终了的时候 牧师夫妻还会为他们送终 因为有着这样的使命 让他们的每一天都过得非常充实 丝毫忘了自己也已经八十多岁 民国39年到43年 那时候有韩战 有一万四千多名军中同袍来到台湾 那在民国64年的时候 那还知道我们这边来 那有的是一辈子就是单身日间凋零 那我们也开放 才开放给这个荣民 为了照顾他的下半辈子 他们越来越老 越来越丑 越来越穷 越来越瘦 越来越瘦 越来越病 我们这边的身心被冷淡了 死亡怎么办 保护中心的住民大部分就是身体 日常生活无法自理的 或者因为高血压有中风 或者是失智症 我们爱他们也培养了我们的爱心 2005年开应该大概那个时候 一共跑了七十一圈 那年轻买的最先都是送安树 一人一贯 总共的经费大概一百多万 我跟师母两个人是不领薪水 在美国做事也到目前来说 这几年也有一些钱 我是叶叔的心肝宝贝 我是叶叔的心肝宝贝 我很喜欢拍啊 我来这边讲实话就等一等到 他这边就讲实话 他们来取经心理很好 取经心理好 我不怕死了 死了就上天去了 记得到天堂要找心肝宝贝社区 天堂很大 要叫我住一起 我跟耶稣登记好了 有一个心肝宝贝社区 你再跟天使说心肝宝贝社区 就住在高密室高兴旁边 当然数不清哪里会去数他 谁叫谁到医院跟荣家都知道 他差不多了 我去医院看他 他其实在弥留状态之中 我们常常唱一首歌叫Hallelujah 我唱的时候 他的嘴巴居然跟着我动 脸上带着笑话 觉得我很庆幸 我的左右边都睡了100岁的人瑞 我也希望我能够跟他们一样 能够活到100岁 牧师跟师母 他们身体上都是有他们的病痛 他们还愿意这样的一个放开 来做这样一个大爱的精神 我们自己也进入到这种年龄 所以可以更多地了解这些婆婆 他们的心理 他们真的需要心灵上一个很大的慰藉